好 好 来 柯爷 楼上请啊 楼上请啊 掌柜呢 我回来了 怎么这会儿才回来呀 快拿个楼上去 掌柜呢 你可别忘了验货啊 我知道了 我一会儿就来 好 等等 哪弄的鸽子 你说这鸽子 这朋友托我帮他养两天呢 你看 快吧 快去 小王 来 老板 这里啊 你先照顾着点 我上楼 一会儿就下来 好嘞 来来来 让我让我让我 当归为什么没有出现 我觉得当归肯定叛变 掌柜呢 你想想 自从白果同志牺牲以后 组织上的行动越发得缜密 当归在瑞泉茶楼街头 只有郎中和我们少数的几位同志 指导此事 其他的同志都是在行动的头一天晚上 接到这个消息 可是敌人提前埋伏 布下天罗地前七个甘草 两位优秀的同志 如果当归同志已经叛变了 那敌人为什么不等我们接头之后 再将我们一网打尽 那样我们的损失会更惨重 会不会是田七和甘草 发现了这个秘密 迫使敌人不得已不提前动手 不排除这种可能 如果这种假设可以成立 那么情况就是 当归已经叛变 准备和我们接上头 跟敌人一起围剿我们的太阳山 还有我们的省委 可是田七和甘草 已经发现了这个秘密 敌人在情急之下 不得不提前动手 才发生了瑞泉茶楼这个事件 这些只是我们的揣测 无法证明当归同志是否叛变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现在所发生的一切绝非偶然 所以今后我们要加倍小心 谨慎从事 静观其变 所以我们现在去见面 这些宝都能眼睛 看不成功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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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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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客戶是普通的客戶 有些問題 只是一人 是很不一樣的 我確認是在某些地方 有些地方住在某些地方 感謝你 你去吧 是的 你去吧 如果有些事情有的話 你會抓到大魚 是的 那幾個姓來的槍法練得怎麼樣 百步穿揚恐怕很難達到 說一槍一個共匪 應該是沒有問題 我就知道你有這個能力啊 好好訓練他們 再從處理 抽掉一些槍法好 有跟蹤能力和情報分析的精兵強將 組成一個特別行動小組 聽你的意思是 對 運籌帷幄之中 決勝千里之外 太陽山的局勢錯綜複雜 我們要為長久打算 建立一支 隨時可以置敵人於死地的小組 就好像長鷹在手 無論是潛龍還是猛蛇 都無處可藏 聽處長的意思 我們是有大的行動 太陽山 遲早會有一場暴風雨 這件事要秘密進行 小心從事 不可以走漏風聲 不可以讓你我之外的第三個人追到 我明白 請處長放心 去吧 你不想見 你不想見 他有點不寬 和傷肉 不是嗎 紅山的負面 理性检查 今天突然来了一帮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人 说是执行公务 检查了每个房间 结果什么都没检查到 就走了 您好 请问你是陈文明先生吗 我是 您是 我是薛紫棋处长的秘书周伯豪 我们处长今天晚上六点 在赏仙楼请客 请你务必参加 还有什么人吗 就您一个人 对了 我们处长说要给你个惊喜 惊喜 麻烦你转告薛处长 我一定准时参加 好的 钱先生 那我先告辞了 谢谢 来 快来 尤靠黎啊 尤靠黎 为什么 沈老师 韩翰 我们沈老师课讲的好 这样吧 改天我也送你一件 我可不敢穿 我要穿这衣服回家 我爸肯定又会说 成何体统 大老师我们先走了 再见 好好上课啊 好 袁慧 你看 他们又打人了 他们整天抓共产党 共产党的 我怎么觉得共产党 就不应该抓呢 共产党才不会像他们那样 不分青红皂白的 乱打人乱抓人 他们一看就是老百姓 怎么可能是共产党 真正的共产党 他们一个也抓不着 我们去看看吧 走 走 怎么是你呀 你来干什么 今晚我在赏星楼设宴 希望钱小姐能够上逛出席 没空 剑小姐 你为什么 这么讨厌我薛摩 因为你跟他们一样 自私 冷酷 残暴 今天晚上请的是你哥哥 怎么样 跟我走吧 我凭什么相信你 我就这么让你不相信我 给我一次机会 你等我 走 远辉 走 转圆 孩子 俩 医码 是 小姐 说 我赶紧 измен 분들은 我赶紧 我赶紧 像她这种冷酷情的人呐 我话都懒得跟她讲 那你要去干吗 你说说你这脑子啊 你忘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 我有个哥哥吗 他回来了 你说都这么多年了 他要是再不回来 我都快忘了 他长什么样了 他也有什么关系 当然跟他有关系了 他们俩认识 他得带我去见我哥呀 他不会是骗你的吧 不会吧 他这个虽然讨厌 但是他从来没有骗过我 他也不敢骗我 他要是让我知道的话 来不及了 我得先走了 等我啊 好 我得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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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我会给你一份惊喜 什么惊喜 你看了你在决定 是罚我三杯呢 还是敬我三杯 礼物 请 你一份惊喜 小鲲子 哥 我多少年都没看到你了 你看你都瘦了 你想没想我 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啊 我怎么会不想你呢 但是干哥这个工作 写信要通过上级审查 还不够麻烦呢 今天能看见你 哥真是太高兴了 来来来 坐坐坐 人好 坐 长大 乐乐 长大了 谢谢你啊 薛处长 客气话就别说了 以后对我态度好点 我就兴满意足了 今天要是前老先生能来 你们这一家就聚齐了 能不提我的父亲吗 来了 我知道我是个外人 不应该掺和你们的家事 可是说句公道话 你父亲的确做了不光彩的事情 可他毕竟是你们的父亲 再退一步说 前老先生虽然在汪伟政府任职 可他没有做过任何上天害理之事 反而极力调节日寇和百姓之间的冲突 维持一方平安 说心灵话 这也真为难他了 你有什么资格对我父亲品头论足的 你们特警处放置小鬼子不去打啊 成天只会空喊口号 欺负老百姓 是 我父亲是在替汪伟政府效力 可他还知道 他是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而你们呢 只会阻碍国共联合抗日 放任小鬼子的无耻行为 来了 来 紫棋 咱们喝酒 紫棋 感谢你提供了一个 让我们兄妹重逢的机会 我们敬你三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知道 我还知道他喜欢我呢 可是我就是不喜欢他 不喜欢冷酷自私 满手鲜血的人 来了 好了 你不用说了 说是你吧 这次回来 打算回家吗 父亲 在汪伟政府任职 我身在江卫园长的军统区 我们立属于不同的阵营 如果 父亲是天底下最好的父亲 可是我也不能理解 他为什么替汪伟政府工作 所以 不管从个人感情 还是民族大义来说 我都没有办法理解和原谅他 真的 同样的家 不同的人 走了不同的路 从他决定做日本人的掌牙 为虎作长那天起 他就注定没有家 没有儿女 你回来了 怎么了 哦 我知道了 一定是那个人骗了你 你没有见到你哥 是不是 你猜错了 他没有骗我 我的确见到我哥了 那我就不懂了 你既然见到你哥 你为什么还不高兴 我怎么跟你讲呢 其实也没什么 我们家里的事情 我大概也跟你说了 对吧 我哥哥出区那么多年 他一直都在军队里待着 你说 自从抗日以来 我父亲呢 也一直都在替汪精卫这个汉奸办事 我是怕我哥哥一回来 你怕你哥哥和你爸爸 猜对了 你说 怎么办呢 兰兰 你别担心 就算证件不合 一家人永远是一家人 不管怎么样 果肉亲情是无法割舍的 别担心 我说这么一棵小树 都杂眼庞之繁多 老爷 老爷 怎么了 方叔 天忠闽郎来了 怎么 要不你和他说 我不在家 天忠先生 请 天忠先生 你看 来来来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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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天忠先生 此次大驾光临 有何鬼干 天忠先生 你是回去会的会长 这次到来贵府 是有事情想你帮忙 有事就吩咐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们大日本帝国想建立 大东亚共用圈 跟你们缉拿人 交好朋友 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王军 已经到了福州 随时准备开马到太阳山地区 去帮助你们盆群的 缉拿人 这可是件好事 只是从福州到太阳山地区 那一路是 从山峻里 道路难行啊 而且沿途还有什么 完军啊 共产党的军队 咱大日本帝国的皇军 对这点的地区 这不胜熟悉 那可得小心 这个你不用操心 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王军 到了以后 需要的 即使驻驾兵性 所以需要你 用回旗会的名义 叫集当地的百姓 帮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皇军 建造兵役 这是大好事啊 帮助咱太阳山的贫穷地区 好事 得从长计议 从长计议 不可 草职过急 你想拖延时间 这可不是拖延时间哪 天忠先生 你想 建兵营这么一个庞大的工程 这需要时间 而且 总得容我 和大伙儿商量一下吧 我们大日本的军队 来到太阳山 是想跟你纪兰人叫朋友 你们纪拿人 却是推散主事 田忠先生 看来是误会老朽 大日本帝国的几话 已经决定了 你急行就可以了 这行 我有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想告诉你 不知道 你想先听哪一个 田忠先生 刚才说的还不是好消息 那我继续听好消息 好消息 好 据我们大日本帝国王军 情报组织 掌控可靠的消息 比现在军统的儿子 陈慧明 已经回到太阳山下建阳城 那个不晓智子 坏的消息 要是不依照我们的衣袭去做 叫直接拿人帮我们建筑军营 那 陈慧明的安全 我们就不能够担保了 天忠先生 那就请你多担待了 陈慧明的安全 陈慧明的安全 只要你为我们大日本帝国做事 恪守责任 那你的儿子 陈慧明 就是我们的好朋友 那我们怎么能够不担保他的安全 一定 谢谢 谢谢 陈慧明的安全 你好好考虑考虑 我先告诉你 谢 请 田忠先生 慢走 钱先生 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不错 老爷 少爷他 老爷 老爷怎么了 没事吧 有点疼无痛 回去说吧 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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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些 都给我扔了 老爷 这土豪展 可太珍贵了 能不能太可惜了 什么土豪展 我看他现在是狼豪展 老爷 您可别生气 气坏了身哪 我能不生气吗 你说这小子到了建阳城 他都不回来见我 我已经听几个同行说过先生 不过先生要的数量太多 别说我这薄利小本的店铺 就是建阳城最大的茶商 恐怕一时半会儿也凑不齐啊 那请问 我到什么地方 可以买到那么多的大红袍呢 你去找方鹏啊 他是本地最大的茶商 也是本地茶会的会长 不过他这几天啊不在家 过两天呢就回来 那多谢指教 啊 先生 我有一事相求 是 请说 你感觉我的大红袍如何呀 色泽鲜鹤 茶中上品 啊 先生要的存货 恐怕三会长要集数家茶行的存货 才能凑齐 如果可能的话 您在三会长面前替我多美元几斤 在这生意上我也算一国 好 一定一定 那就谢过先生 告辞 好好好 慢走 我们跟踪了前卫民好几天 他除了跑遍了各大茶行 也没有发现他任何可疑的行律 没有可疑的行律 他的证件有问题吗 我已经问过剧数部门了 没有伪造和土改的痕迹 在他的住处呢 找到了一些资料 也看不出问题来 除了大红袍茶叶 就是茶商的资料 大红袍 都是些再普通不过的文字了 肯定没有加密 是 坦白地说 我真希望他是清白的 因为他是个人才 恐怕 你都不是他的对手 如果 他真的是公匪 他来太阳山 到底要干什么 是 什么事 有 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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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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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